街舞四第四期最精彩的环节 无庸置疑是四位队长的battle 每位队长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比如张艺兴的高难度连续降息 王一博的身体控制力 韩庚的高燃卡点 刘宪华的独特雅炬 整场battle下来看点十足 队长们综合实力都难分伯仲 不过既然是比赛 难免就有输赢 最终还是王一博 队长取得了这场battle的胜利 首先要说的就是王一博铁憨憨行为 每次DJ老师放出这些主题曲 王一博都会带头领唱 这就是街舞 为自己而舞 语气还十分欢快洒脱 感觉是跟朋友去KTV海哥一样 一点都不把其他队长当外人 其次最让人惊讶的是 从前不善言辞的王一博 没想到现在都可以还别人玩笑了 而且还一个接着一个 比赛场的其他三位队长都来得调皮 当步步前女友Niki出场时 王一博立马露出吃瓜表情 还怂恿张一星 要不要问问看啥情况 八卦的不得了 对此只想说 哥你咋这么皮呢 王一博绝对接舞第一人 在call out的环节 为了给步步报仇 当卡卡一跳完自己的舞蹈 王一博就故意用反话评价 卡卡 不咋地 还特地模仿卡卡的东北口音 简直不要太逗了 综上所言 可见王一博本质并非是高冷的人 只是没有在合适的场合遇见对的人罢了 倘若一旦任督二脉被打开 那绝对也是个不受控制的疯子 妥妥的气氛组担当 不过 或许也正是因为王一博对接舞很是热爱 加上舞者们都很peace 所以 王一博才可以在舞台上毫不掩饰自己 全身心投入进去 就算是发疯大笑 也完全是出于对这个舞台的尊重 王一博在享受接舞带给他快乐的同时 也在反向跟大家输出积极的正能量 别说 看惯王一博平时一副稳如泰山的正经模样 偶尔看到他可爱搞怪的另一面 的确还是挺有惊喜感的 不过话说回来 大家是更喜欢他酷盖的样子 还是反插萌的时候呢 王一博